你看肉包这一张 他躺着啥 四脚朝天 是吧 吓死我了 好像人哦 好可爱啊 他跟人在一起生活久了吗 他肯定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人 你知道吗 现在牛魔王啊 可疼肉包了 他天天给他买吃的 来 这对吧 来吧 来吧 吃 哎 你看这张 你看这个牛魔王的姿态啊 像不像 猫咪的爸爸 对对对 牛魔王让我啊一定要跟你说啊 说你放心 他现在呢 就是那个肉包的爸爸 我才不要让他当肉包的爸爸 对啊 怎么可以那么随便 跟我们家妙妙配上一对 是吧 错吗 妙妙决定不让他当 我们就不当好不好 你肉包真的大了不少 哎 你看 对啊 好可爱啊 我今天吃的可多了 哎 所以啊 妙妙你是肉包的妈妈 所以呢 你不能说给你肉包 对吧 你现在要给他更 你吃的更容易一点 好好吃饭哦 来 腰臂 来 你看这个 有吧 嘿 你看那个 那个眼睛哥 发指啦 还是那样 你看他 他永远拍照都这样 他永远是这样歪的 眼镜 你看牙齿 是不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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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说 对 人家能永远笑的 特别讲的 你看他 是吧 嗯 这个 哎 面板都开口了 你在顾忌什么 我估计什么 不是 变范既然来在上海 我们就应该让他们 多点时间相处 对吧 你说我们真的要过去过去 干什么呢 那你又没有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我们过去了 能够促进他们感情升温啊 那过去要住多久 住到 住到他们感情沸腾为止啊 既然妙妙都愿意来上海了 林晓萌就应该想办法 自己怎么处理 我不是靠别人帮忙 这个店呢 是我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 怎么样 好特别啊 是不是很复古啊 嗯 这些我都没看过 这些东西啊 爹地就可爱可爱了 往前走 我们来了 你就顺便绕吧 你好 叫胡彦阿姨 胡彦阿姨好 你好 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我老听你 爹地提起你 怎么样 我女儿可爱吧 像不像我 好 哦对了 我给你准备了 亭亭签和热乔 欢迎你大上海 谢谢 老爸 老爸 老爸你怎么来了 老爸你这次要带多久啊 那你什么时候赶我走哦 那你不要回去好不好 不要回去啊 那你问他 可以吗 可以啊 他让我什么时候让我走 我就什么时候 不要回去啊 那不你帮我留下来 嗯 好吗 我让你明天就走 那让老爸走了 没有没有 同不同意 明天就让他走 不要 没事啊 上海有 有弟弟在啊 那上海有弟弟在 我去哪里玩啊 有很多好吃的啊 那鱼啊 嗯 我还有去过广路园 那边有 告诉弟弟你吃了些什么 再上海 嗯 我有吃 淼淼 所有的材料呢 都买齐了 有什么好的想法呀 嗯 都已经在这了 都在这里了 那赶紧告诉弟弟 不要 等做完再跟你说 一定要做完才能跟我说吗 嗯 一定 嗯 好吧 那你就先坐吧 不能看 不能看 换了什么 换了什么 哎哟 等我做完再给你看啦 哎哟 还不让看 哎哟 还不让看 哎哟 还不让看 好好做啊 你倒专心哦 嗯 其实弟弟你看见啦 好了 不打交你了 哎哟 Employee 来 搞姐 哎 你小姐回来了 淼淼呢 淼淼在房间里 她今天怎么样啊 心情 她回来的路上啊 什么话也没说 不知道遇上什么事了 不过小孩子嘛 刚换了一个新环境 难免有些心理过程的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多做点好吃的 希望她开心点 谢谢高姐 不客气 那没什么事 我先忙了 喂 姜老师 密码妈妈 密码今天没有交作业呀 没有交作业 怎么会呢 她已经做好了呀 可是她并没有交给我呀 那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姜老师 没关系 谢谢你 好 再见 再见 淼淼 为什么没有交作业呢 为什么没有交作业呢 为什么呢 我告诉一下阿姨 那不是我做的 我的作业我不希望别人帮我做 可是阿姨想跟你一起完成作业啊 我的家不是城堡 我的家在肯定 妙妙 你的家在上海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宜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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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得着急 我帮你找 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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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妙妙 走 你个八岁的孩子才刚到上海 能认识我吗 她可不是一般的 不行 这怎么回事帮忙找找 等会儿 等会儿 喂 好好 知道了 马上来 怎么了 妙妙 找到了 找到了 妙妙好 来 喝杯热可可 暖暖身份 谢谢 你今天一个人过来 你知道路啊 是公车司机载我来的 公车司机载你来的 那 你知道坐哪一班车吗 我是问路人的 好聪明啊 你这么冷静 挺像你爹地的风格 但是下次不要一个人搭车了 不然爹地会担心的 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都没有接 我想说应该是爹地去上班了 所以才自己来的 妈妈呢 怎么不让妈妈带你过来 是阿姨 不是妈妈 阿姨 那 妙妙是不是和阿姨闹不愉快 所以自己跑出来的 好了 来 吃点东西吧 淼淼 淼淼 老爸 爹地 淼淼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来的呀 我有留纸条啊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上次爹地男友来这里 我有看到一个公车牌 所以我问路人就过来 你吃饭了吗 刚刚有给他泡热可可 还有一些见过 谢谢你 淼淼 爸 以后你要出门 你得跟我们说一声 你知不知道我们能多担心你啊 你干吗一个人跑出来 太危险了 谢谢啊 薛总 要不要等你 淼淼 淼淼 你怎么肯一声都肯就跑出来了呢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你别失踪了 你不怕 你别人 好 阿满 你快点 像我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来了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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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淼 淼 健康开心 今天玩好不好 上课上的好吗 今天很冷啊 外面宁夏九度 哈口气哈 一二三 太好了 我这最远了 你的最远 我的最有弧地 我的 我的是这样子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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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捡回来 不要 就那个 就那个 就湖边那个 对 我发现越轻的 其实飞得越高 这个水尺的 对 越尖的 越尖的 要平的 要 对啊 要能够感受 来 我加油 快快快 加油加油 快点快点 好吧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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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啊 飞完机的 捡回来啊 好 要环保啊 这出去就全都要捡回来 Henryo 我从小学习好多 谢谢 对 准备 三二一 哇 准备 哇 哇 已经是第六次了 什么 叹气啊 又是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就是身不由己的事 家人 是做可爱也是最可恶的一群人 他们可以给你最大的快乐 也可以给你带来最深的伤害 那次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关于生命中的身不由己 你欣然接受 应该也是不情愿的吧 烦恼并不代表不介绍 正是因为接受了在意了 才会觉得烦恼 烦恼呢 又是思考的开始 而思考 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给你 这个 薄荷糖 清身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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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猜你心里现在在想 你没有完成的那个建筑梦 没错吧 在肯定的时候 你还经常接一些小案子 小的建筑方案 就是不希望自己丢掉了那个梦想 我来上海几天 到处逛了一下 上海挺有意思的 什么类型建筑都有 那感觉回到读书的时候 好多好多想法 有想法呢 就去实现它呀 我能买这房子 也是这几年拼出来的 我当然知道你的努力 我为了妙妙 毕业之后开了民宿 我们吃了不少苦 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呢我现在挺开心的 你呢也一样 这次到上海 可以继续完成你在大学时候的梦想 继续写大力的情书啊 你放心好了 我会做大的 其实人生呢非常非常短暂 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 在有限的时间里呢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 我会做的事 那我対你做的事 我会做的事 那我会做的事 我肯定是要做的事 很可爱的事 我们的事 这个事 是要做的事 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邱董很挂念这件事 所以请我找您 我照着名片联络 才知道您也到上海来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你跑一趟 没关系 其实邱董那件事 你也别放在心上 或者是别人 别人也会这么做 其实 今天找你来 也不光是道歉 是有件事情 想问问你的意愿 什么事 不瞒你说 回上海前 我去见了一个老朋友 你是认识到吴教授 你也认识吴教授 是啊 他不断地跟我夸奖你 他还说 再去 我们准备在苏州 开发一个度假酒店 锁定高端客户 这是龙太集团 第一次进军这个市场 当然我希望 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因此呢 我很诚挚地邀请你 贡献你的想法 参加预案 邱董啊 很感激你这么看得起我 不过这一次我来上海 并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专门为了朋友女儿的 我知道你现在要专心 做一个好爸爸 但是你也可以同时 做一个写情书的人嘛 这是一个机会 也许 你可以为这座城市 写一封情书 我 关于这次预案的细节 也都在里面 看看也无妨嘛 好 妹妹呢 里面做作业呢 作业 有什么作业 手工作业啊 不是已经交了吗 江老师说 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必须他自己完成 不错 有骨气 像我 不错 不对啊 那江老师不是说过 我不说那个 持交作业吗 怎么突然叫他犯私媚啊 对待孩子嘛 总可能不一样的 小黄 我来见妹妹回家 妹妹做作业呢 好 那我去找他好了 别别别 别打叫他 让他自己好好创作 那我在这里 坐这儿等他吧 嗯 坐好吧 你在这儿会妨碍 没有撑住的 他也不知道要做多久 要不得先回去吧 没事啊 我等到他做完为止 多久都可以 好 又不这样吧 我去看看 然后 我握握他 淼淼 爹地进来了啊 我问过了 淼淼说可以陪你回去 真的 但是呢 有个前提条件 他要让他老爸 陪他回去一起住 那怎么可能 那怎么行 你的意思就是说 淼淼还要继续 住在这里是吗 看起来是这样了 想要做代军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喂 喂 喂喂喂喂喂 我送你吧 哎 哎 看我淼淼啊 坐在这里 同学 你的衣服呢 都给你洗好了 也叠好了 谢谢啊 别卖乖哦 衣服都给你洗了 垃圾 明天 行行行 明天 没人当 没人当 谢谢 这是什么 龙泰度假村标案企划书 哇 你还认识龙 我想起来了 你还真认识龙泰集团 的董事长邱董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我能看看吗 不用 对啊 他们找你干吗 合作啊 我说 修董 让我拿着回家看看 看看 看看 不是希望跟你合作吗 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一定要合作啊 你干吗呀 不是啊 人家没有说一定要用我 就是 就看看我有什么想法 你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人生的时间是短暂的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不错的方案 仔细看看啊 好好看看 别忘了啊 垃圾由你负责 知道了啊 你负责 贴上去就不热了 乖 乖 怎么样 还发烧吗 手好像退了一点点 精神好多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赛军 我必须要告诉你个事情 我的旅游前马上到期了 我必须要回去 好 没关系 那你先回去吧 明明我来照顾 那 大不了我接受请假就好了 不行 你不能再请假了 你这么一二再再二三请假 小心老板把你开了 而且你这段工作真的不错 你一定要珍惜啊 除了妙妙成长的时光 那才是可惜啊 是 如果我老板接受不了 那我自己当老板好了 爸 好 你好 晚安 好 好 isolation 人家人 你这样也是 没有人可能 你说我会死你了 咱们也会失去 你这首次要不是 我现在去个人 你出现党 你身来向她 你尽量让淼淼 试一下上海 小萌不是也在这儿吗 那我要帮小萌 试以淼淼啊 你们的友谊 似乎已经超出了 正常理解的范围 你看啊 你帮她养孩子养了八年 现在把孩子还给她 还要管事后服务 首先那淼淼不是物品 我必须要负责地看着她 快乐健康地成长 她来到上海了 我必须负责到底 嗯 负责 懂 你又不知道她的谁 小心被我解雇啊 大不了就不干了 开始工作了 是啊 哎呀 我就说嘛 这个案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谁知道 尽量吧 努力啊 加油啊 淼淼睡了淼 如果她没睡 你说我改工作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们脑子里就 就只有淼淼 淼淼淼 就装不了一点别的 你有什么办法 自己的女儿啊 对不对 我要提醒你一点啊 你要搞清楚 现阶段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于让妙妙和小萌之间的 这个距离啊 越来越紧 那我就要看听沈凤自己了啊 来 说实话 妙妙也不是个难相处的孩子 是吧 有这么高的难度吗 不明白 小萌今天来找我来了啊 她呢 她是希望你和妙妙搬不去 可能 这些人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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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工作啊 拿下这个项目去 妹妹 你现在还会想肉包吗 当然啊 我是肉包的妈妈 当然会想她 你看啊 你这么长时间没见她 你会想肉包 那一样的 你好像她没回家了 妈妈也会想你 说说为什么不想回家 阿姨就像陌生人一样啊 他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他 陌生人生活久了 慢慢就变熟了 可是我喜欢跟老爸爹地在一起啊 而且老爸你都来上海了 能不能像在肯定一样一起住 你之前住的是爹地家 那你到上海了 就应该回自己家里住 那不然你们两个人一起搬过来 我就回去 你爹地有自己的家 那怎么可以搬过去跟阿姨住呢 那老爸搬过来啊 我搬过去跟阿姨住 很奇怪的啊 哪里奇怪 不方便啊 什么会不方便 阿姨家什么都有啊 那如果老爸不来的话 我们继续住在爹地家也很好啊 那是不是如果 我搬过去跟你们住 我搬过去跟你们住 你就会试试 跟妈妈相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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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还考虑什么 你纠结的点到底在哪里 不是啊 那你想想 那我来上海我肯定是正在这儿的呀 两个男人住在一起 那很正常呀 是吧 那我们当年在台湾的时候 不是我们三个住在一起 不挺好的吗 对啊 那个时候有你啊 那现在有喵喵啊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对啊 你说啊 你有什么 有什么难受的地方 委屈的地方 你说出来 不是啊 那 那没有自由的呀 怎么不自由了 那很简单 那你说如果我住在那里 嗯 那 那我喜欢讲 我是不是要穿好衣服才出来 是吧 那如果 大热天 那你说我能穿过短裤 在屋里跑来跑去吗 那不行的呀 不可以的啊 这是你难受的地方是不是 好 那我问你啊 现在喵喵 住在这里 大热天 你敢穿着短裤 跑来跑去吗 你敢不穿衣服吗 这不一样的吗 左再俊同学 你口口声声说啊 好 以妙妙为重 什么都是把妙妙排在第一 现在好了 你因为不自由 不舒服 然后你又不顾忌妙妙想法了 所以你是说我不把妙妙放第一位 是吧 现在 我把肯定所有东西丢下 专门跑来上海陪她住 我不把妙妙放第一位 你再说一次 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 我那我也不跟你吵啊 我就告诉你 妙妙 是你左再俊 我郑磊 最重要的人对不对 这点没错吧 反正如果她需要我过去 我什么都不说 我立马过去 你呢 她是适应你了 你就陪她过去怎么了 这是我不给你吵了 就这么定 对 没有 该 是爹地 我去开门 你去吧 准备 妙妙 早安 穿上校服好漂亮 来来来 在干什么呢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对啊 都吃上了 对啊 别别别别 吃我的 吃我的啊 我买了特别特别多 买这么多东西 油条 豆浆 豆腐脑 我这是标准的中式早餐 以及是西式 我看 我要吃个这个 嗯 看上去 你第一天搬过来 过得还不错嘛 我被小孩子担心什么 有没有太想我呀 昨天晚上有没有失眠啊 可早上还赖床呢 还赖床 是不是你太想我了 那是因为我照顾得好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妙妙的那个蛋呢 真的还挺妙妙啊 没错啊 这就是妙妙专属的荷包蛋 虽然你笔记上没写 可是我学到了 妙妙就喜欢吃不完美的荷包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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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得好啊 原来是由 武林高手 权力武林医疾 怪怪的 嗯 嗯 嗯 妹妹 赶紧吃 吃了抓紧时间 我带你去阳台上浇浇花 然后爹地再送你去学校 不用了 我刚刚跟老爸交过了 爹地 我会跟老爸照顾那些花 你以后不一定要每次都跑过来交花 是啊 正蕾 你平时也挺忙的 不用每天都过来照顾花草 太辛苦了 没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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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 那个 没有干事啊 一会儿说你上学 好吧 那小班我 我送你上班 好 好 来 多吃点新花菜 还有啊 这个鱼啊 你看 你跟它揉很多 其实啊 它的刺 也更多 所以你吃的时候呢 小心点 看清楚 今天都不能讲话 就是被鲁头刺到 真的啊 然后就更小心了 还有呢 还有今天体育课的时候啊 跟毛豆打羽毛球 他都一直乱打 还有我一直跑来跑去 累死 这么惨啊 好吧 我要吃你鸡蛋吧 来 补充一下能量 好吧 给你吃啊 来 我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有上 数学课 昨天真我来我来 给我给我 小姐 谢谢你这么照顾妙妙 不客气 不客气 你和郑先生 多好疼爱妙妙啊 当然了 你和宁小姐 是大学同学吧 是 郑先生和宁小姐 也是大学同学 郑先生没搬来 你却搬来了 郑先生可以住在 郑先生家疼爱妙妙 你也可以住在 郑先生家疼爱妙妙 可是你却选择 搬来宁小姐家疼爱妙妙 那你肯定 不光是来疼爱妙妙的 还是来疼爱宁小姐的 对吧 是呀 那简单你先忙 我 那个什么 好好好 我先忙 我先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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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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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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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